Hello 各位顾佑 大家好 今天早上拍了一条牛熊症 牛熊图的视频 讲解了一个理论 这里将我们的 即使牛熊图 稍微讲一讲 讲一讲一个原理 首先 我们明白 它会分了两个部分 它是如何去做 如何成立这件事的呢?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主力人 应该有些人都知道 叫做欧阳一心 还有一个姓蔡 不记得叫什么 两个都年轻人 欧阳一心 我听过 以前我有看过 金曹的文章 欧阳一心是他的徒弟 在他们的网站 其实他那些网站 你都不明白的 你都可以去那些网站看 那些网站那里有写 有他的 有他的Youtube 他会说得更加详细 我就把他浓缩了 我觉得里面的理论 有些都是说出来的 已经说过了 不用特别在意 只要大家知道的方向 基本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 他们用的方法 他们也有说过 应该是用一些博 即时统计 市面上 交易的 牛洪证 是一定开放的 你一定可以在实际上读到 这个数据 成交成点 这些是可以看得到的 即时可以看得到 只是说你的演算 你怎样去演算 去扣除 那个 杠杆比例 怎样去计算出来 然后找到 究竟那些钱是怎样下去 他们这个网站 一个很重要的 核心思想是什么 他是说用筹码 用筹码 就是说我真的 用多少钱去买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很实在的 因为我们要明白 整个过程里 它不停地变动 也会有 市场和市场之间的 trade 市场和庄家的trade 庄家和庄家自己的trade 会有这样的状态 而它主要的重点 是 你一买下去 那一口 当时那个市价 你这个人 当时买下去的 那一口 那一口的钱 假设那一口的钱 是属于庄家的 庄家卖给你的 那一口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金额 这个金额也是 庄家会吃到你的金额 它说它可以去找到 庄家卖给你 和市场和市场上之间的交易 为什么会有市场和市场上之间的交易 你买出去 那有人要买的 那个人会跟你trade 不一定是庄家接的 排盘是看得到的 明白吗 当然 你可以是 不是百分之百 譬如我摩通 摩通或者大摩 我有个户口在大摩 可以是我这个散户 在大摩的户口 去买这一只大摩出来的 牛红症 也可以是大摩自己的本货去做的 自己的仓去做的 这就没有办法分到 但是 我相信 大摩里面的仓 去买大摩的牛红症 应该很少 而 有一样东西可以筛走的是什么 它也有说 它会筛走 因为这些你不会买一万股 你说一百万股 一百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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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可以用这些去筛走block trade 如果我可以 我找到你又是摩通出的 大摩出的 大摩出的 大摩出了 Morgan Stanley又出了 接着看到你的交易又是Morgan Stanley 然后你的数据很大 那它就博走你 那它就不计算 这个理论上也是做得到的 当然是复杂的 我不懂 理论我也懂 但是我不懂得去做这件事 所以某种程度上 看了它这么久 我觉得 可信性是有的 可信性是有的 也是合逻辑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统计数 也不难做 也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的 在市面上 很多 其实你要明白 市面上很多的资讯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 这个股市里面 所有的资讯 都是公平的 你能够吸收到的 其他人都能够吸收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能够吸收不到的 你就永远都没办法吸收到的 即是它开放了 它只是说 我们做的分析 不是拿这些数据 而是看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 关系才是重要 为什么这样 所以就这样 你看我经常都解释给你们 为什么这样子上升 所以这样子下跌 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 一切你研究的就是这个关系 而 所以 基本上是不会有人拿到一些 正常来说 不会有人拿到一些 人家拿不到的资讯 而你拿到的 正常的散户是很难做得到的 当然有 你只是找到什么 你只是找到公开了的 数据当中 人家不知道的关系 明白那个意义吗 所以 你不需要质疑这件事情 我们经常说 某个国家 经常公布的数据 都是不对 都是错的 是吧 你去质疑那个数字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质疑那个数字 你就自己骗自己 他公布这个数字出来 那我们就分析 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数字 背后的逻辑是为什么 如果你都不相信他的数字 那你找什么去做统计呢 你找什么去做比较 没有做比较的 你没得分析的 所以你就是见机于 他第一天 公布了一个数字出来 而这个数字 你不论真还是假 你就对比下一个数字 他出来的时候 他中间的改变关系 别人的分析是这样去分析的 所以他假 还假 不准 还不准 但是他中间是有关系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另外一个国家 他公布的数字 你也是假定他是准的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准不准的 问自己的心 一样有出这些事出来的 很多都有的 所以不需要这样去想这个 你看他的规则一直不停走 你就找他的变化就可以了 他在某程度上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即市 就是我们下午出的图 是即市 这个就是下午的图 你看到 他这里有一个 即市买入 这个数字 首先先说这张图 这个数字 他是没有办法 做到 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隔夜的数字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时间 值 是没有定到的 因为 我们知道 他用杠杆去计算 而他就基于筹码 他的做法就是 他每一天 在市场上 掌握了这些数字之后 然后晚上 用数学 反过来 用杠杆比例 去推敲 真的放了进来的 有多少 这个就是逻辑 筹码就是这样 但是我一定要终结在某一个点 我一定要终结在收市之后 这个是他的考虑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的市是一直走着的时候 他就不停地变 那贡官比例又不停地变 你就算不到 我算完之后 下一个位置就变了 所以你永远都算不到 所以 为什么人家说他没有办法算到 是这样的意思 没有办法算到你想看的那个章数 但是不是没有办法算到他的变化 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要问得比较出奇些 那我就可以看到变化了 但是他因为他用棋子的数 告诉你 他不是有实际筹码 问题是你要想 为什么他不用实际筹码 告诉你 但是其实你在某个程度上 你又可以想 街货比其实是算到数 街货比 当然除非你 连街货比你也不相信 你唯一就是说 街货比 庄家是一定知道 他卖出去的那一张东西 第一张是多少钱 第二张是多少钱 第三张是多少钱 然后他又出了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唯一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我理解的是数量 就是我发行一百万亿张 80%就变成80% 是一个这样的理解 你不会复杂到把它变成钱 变成钱是很复杂的 那你就要由总值开始去计 总值 你出去那一刻 你给出来的那个期指的价格在哪里 你第一次出来的价格在哪里 就正确定了 然后你计算之后 每一次的成交就会变成了 那就很复杂了 所以我相信那是一个数量 那 其实在庄家的手上 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为什么他要用 恒指张数去告诉你 当然有些东西是想蒙糊了 所以他这个计法 现在他即使的计法 其实某一个程度上 他就有些类似 庄家平时给我们看的牛控图 这样的一个推敲 但是他是在一天里面 每一刻这样累积的 一直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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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沽走了 你明白这个意思 有些他可能 应该说你是平时庄家给你看的 除准数 除准了所有成交交易 全部都算了 但是剩下来的 现在这个不是 现在这个是一直累积的 我只是算买入 唯一就是这里 他有一个情况可以是怎样呢 就是 他没有说的 这些就是我观察下来告诉你 他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买 但是可能市房一转 其实那些已经买了 那些人都已经沽走了 那你沽走了 他不代表 他是 会买回去 红证 你不代表买回去 可能会变成 cash 也可能 是个庄家 收了你的货 也可能是这样 有个累积 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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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累积 因为他浏了 省户和省户之间的 trade 那 所以他这里是 怎样呢 你只是看到 那口 他一开波买下来 那口 看到了 然后他可以沽走了 那他沽走了之后 那其实就没有这么多钱了 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 在市场上 就没有累积到这么多钱了 譬如我意思就是 我今早上有10个人买 买了10张 10元 但当中有5元 那5张沽走了 所以 那5张沽走了 去哪里 庄家接了 还是谁接了 这个不知道 但是 实际 当时 你看到那一条 bar 是10张 或者10元 但是 其实有效 只有5元 另外那5元 就给了人 给了庄家 或者谁收了 如果是街货 有人收了 可以的 如果是庄家自己收了 那就已经无效了 明白嗎 所以 有一个流动 这个流动 在他现在的图表上 他就是没有办法 解决到的 但是 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个人觉得 就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 正如 我意思就是 譬如 好像跑马 那样 我们看这些东西 你看他 首先 我们认为 庄家 是会看到哪里多 然后去杀红杀牛 如果 你说 他们两者之间 都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 的话 你计到这么准 就是看他很细微的差异 但是很细微的差异 对于庄家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你是看到一个 比如说 牛症 很长很长的 很多很多的 红症 很长很长的 牛症 很少很少的 这样呢 你根本上就不需要去计算一两张 所以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但你就只要看趋势 特别是市况的那个兴奋度 所以那个概念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说 当然 哪个出一点 就哪个 哪个少一点 就少一点 但是他这个 并不是 并不是其二张数 这个 应该是说他也是其二张数 但是他是用 买下来当时的杠杠去计算 然后累积出来的 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个代表性 也挺准确的 挺有一个代表性 代表性就是代表了 真的有这么多人投入去 就不是代表 庄家一定会杀 好了 我们再讨论一下 庄家杀不杀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多少筹码 譬如我假设 对应 我们不要太复杂 对应 这里有五千张 这里有六千张 咦 我其实差额只有一千张 我有没有有因去杀你呢 在说的是这个 所以 他这个 网站有说到 当比例去到某一个数 好像是八二 当日去到八二的时候 就会出现 向上杀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 是等什么呢 不是看他真的每天的变化 是当你看到每一天 每天都看 突然有一天 一个方向的数值特别大 的时候 他就有杀上去的有因 他有举个例子 但是我这里要再说一次 他说的那些例子 我觉得 有些对号入座 明白吗 不是说 真的是这样 其实那个事况 不是说那天才发生 那个事况 可能发生了一段时间 在那天加强 他就可能在那天杀 所以我认为 他说的那个状态 就不是一定是对 但是对的可能性都高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不杀 你就留意 今天不杀 就可能明天杀 我就加多了一件事 变成一天 变成两天 他说的情况 一年只有几次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你问我 我把这张图上来的时候 我是观察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 不是太有用 所以 才告诉大家 这个是Michael 给他的资料 我以前完全不懂 我就上去看看 因为 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一直以来的迷思 我怎样看即使那些牛童走势 大家 我当时也认为 有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我当我观察了之后 我发觉其实 不是真的我们想的 这么有代表性 但是你可不可以参考呢? 但是我觉得参考 可以是连续几天去参考 这样 所以 即是 基本做了就照看 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 之后就再继续 但是不要disclose 这是我们自己群里面的福利 当然也不太好 讲真心 不过 都给了钱 那就尽做了 而这边 右下角 这边 这个是即时的 这个是即时的图 这里没有熊仔 没有牛仔区域 你明白了 这里一直吃上去 就一直收的了 这里就是说 那个叫做什么 累积的 最大的区域 最强的区域 现在看到2299 22900到22999 这1,000点 这个区域里面 这些累积都一直累积上去 一直都飙升上去 然后就去成交量 对期指张数 这样 之后可以展示给你看 你可以自己去 这个是 恒指走势来的 恒指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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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叫做参考 这个我安排了 翠山每天都更新的 下午那个 我就更新在2点半 我也在想是不是 退早一点 退1点半 就早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我跟Jay说 早一点 好了 其实他也还有过股 但是好像过股 他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还是他说什么 譬如汇丰 他有的 按键 27号 他就算出来了 这样 这个就算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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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我没办法 每个都给你们 但是 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 你PM我 我尽量做给你们 好吗 尽量做吧 做不到就别怪我 说不及的时候 我想告诉你 这个就是过股 刚刚看到这个位置 你看到他有一个正的负 是吧 正呢 和负是什么呢 负呢 就是说 他已经摆了盘 做了一些东西 对冲 这个是他的意思 真的怎么操作呢 我不懂的 我想不到他怎么操作 但是他的解释给我听 就是说 庄家在这个位置 他已经 在一些 期货也好 期权也好 做了一些东西 准备对冲 接着那些牛 如果那些牛 一直都没有 他不杀 他就输钱 到期要输钱 这些有时间值 大家都知道 而这边 就是他可以吃的 他对冲完之后 他剩下的价值 他没有说得很详细 但是他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这件事有些参考价值 我都留意过 就是说他这边 如果是筹备得多的时候 比较多 他就有机会 会转向 有机会 会转向 但是 什么时候转向 不知道 还有这个所谓的转向 是不是他真是 自己内部做对冲 所以我今天就说过 一个问题 他什么时候做对冲 他是Apple to Apple 做对冲 平衡数 做对冲 还是是怎么做监管 不知道 如果我只是一个 有很多想像空间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觉得 监管方 不是完全在我们这边 有些事情是 譬如你看 在恒生期指报的数 和国子协会报的数 不同的 报的数 报的数 方式是不同的 这些是他们有考虑的 他们也有保护到庄家的 那些东西 我们就不要弄得这么复杂 当然 内部的关系 有些事情我明白 但是 我不搞科研 不用搞得这么刁钻 大家看到就算了 你信不信他 那我就不用技术层面 不用技术逻辑 去推倒他 我用什么呢 我用统计去看大概率 都可以的 我不需要法逆向 正向去统计到 我看了你两个月 你出的那些东西 没有统计的 不适合的方向 越走越远 那就觉得不可靠 不可靠的意思 不是说他骗你 这个方法不可行 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 这个讲解历史 即使好像没有过股 即使只有恒指 然后 历史还有这个 刘洪正 他有个时间 收市15.59分 这个之前没有 不知道是否可以选择其他时间 这个就是他收市之后计的 因为现在的即使 和现在的收市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一样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即使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历史牛熊 这个就是他说的筹码状态 27 没错 信不信 你说觉得有没有用 我们都是用一个开明开放的态度 那数据我们就放上去 大家自己看看 又觉得有没有用 有用的就参考 没有用的就算 这些市场上的资讯很多 大家都想办法给你一个关系 例如我们说的 我以前也说过的DarsHK DarsHK DarsHK是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做得挺好 和挺入心 但好像是他不能扶 他不是免费的 我觉得如果他第二次要收费 我都会支持他 我觉得他做得挺好 做得很清淡 其实他说的数字 那些东西 在Seekers都是可以拿到的 你自己看的 但Seekers是很傻 没有他那样 显示得那么好 人家做了事 就自然要给他一些 鼓励他 不要给他奖励 好了 我先看看 另外就是 刚才我说过 为什么我们说做不到即市 我也说过 因为 这些计价 这些币数 是用一个 杠杆比例的方式去做 这些东西是 价格敏感的 所以价格不停地变 他就没办法做即市 庄家都给不到你 但是如果他给成交额 某一只的买出了多少钱 累积有多少钱 都可以的 那不是每日 你是从头到尾 累积 那不是只说成交额 就是你庄家收了多少钱 这个 这个是否可以推倒呢 这个 因为国家的优势是不停地变 他是有这个数 不是他也卖不了数 但是他不肯给你 就是这样 另外要留意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就是这个交易 这个交易 这个交易 是从头到9点40分 才会有数据出 因为前面那10分钟 是给他在那里 generate 数据 generate 买卖 那他就 受到9点40分 才做到 所以这里有一个 要注意 我们又射低了 主持者就说 比较有效的一个距离变化 就是说 如果牛症和红症的比例是1比2 就是其中一个方向是两倍的 那 就有机会会刷上去 这个是他所说的 而 另外一件事就是 要看牛熊的远近 你也要观察一下 他远一点 不是看这个图画 看 莊家给你那些 刚才我今早也说过 如果远一点 他相对来说 那个有效度 因为远一点的话 那个杠杠是小一点的 有效度 如果他长一点 就代表那个意义就更大了 这个你要明白 如果很近的 而他很长的 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他的杠杠很大 所以他计算到数据就很长 这个就是这样的差异 然后计算他 你就看互相之间的比例 那个改变 你就去理解 究竟在哪里比较多 牛熊症 牛症、熊症 重复 他真的在哪里比较多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看下去 这个相对应其子张数 2000张 下面那个相对应其子张数 1500张 但是 那个杠杠比例 上面那个是小一点的 所以上面那个2000张 是更加有意思的 明白吗 那个道理 如果再调算 下面那个杠杠比例 是近一点的 但是下面那个有2000张 上面那个有1800张 其实 他是非常大的 有一个诱因 是杀在上面的1800张 因为上面的其实是更加多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去理解 另外 主要都是看什么呢 都是看趋势 你看他这个图 都是看趋势 你不用说 好在意 他差了一点 另外 早市 还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 早市、晨早 和夹晚美市 突然间有一个 很大量的成交 下去买牛熊症 这个我们也说过 这些可能是一些机构 这些人去买的 这一点 他也是同样 像我所说的 是会有这些案子 这些我们也知道 所以 如果突然之间 你不看他 你自己留意 可能 突然之间 TOP 10 的成交 看到 牛熊症很厉害 那个量走进去 突然之间很多 这个要注意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方向 很重的 通常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会做事 我那天要沽货 我那天要买货 我要做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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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会去旁边做 有些人就说了 你只能够做交易所交易的那些东西 那你就一定是买这些东西 所以这要留意 另外 另外 这个东西 他就有提示我们 也都跟我一直提示大家的 是什么呢 就不像是盲目的做交易 要么你就爬格子 又不是爬得很小 你没有一定的目标 我收拾五构 输五构 或者我收一千输五构 如果你收拾五构 输两构走 有些人很难的 因为他很好 譬如你收拾一千输五构 我就走 你才走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每天这样累積 你容易做 当上班 你会做不一些 但你说 不是我去赌场 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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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都知道,我赢了一段时间就走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死磨难磨难 磨掉都是输的,最后总有机会被他输 赌场就怕你不赌 他不怕你赌,他怕你不赌 赢了一段时间,定一个数,输回百分之十 输回百分之二十就走了 这是靠自己的心理控制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和喊烟一样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在群里问我,或者问翠先生 这些你问我,这些我比较熟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拜拜